今年世界杯很快进入最后决战了 现在就带你细数十个世界杯之最 看你是不是老早就知道的资深球迷 第一 夺得最多次冠军的队伍 大家都知道巴西是最出名的五冠王 分别在1958、1962、1970、1994及2002年 拿下冠军 居各国之冠 他们球衣上也标记着光辉的记录 第二 首次使用红黄牌的世界杯 1970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 英国裁判阿斯顿想到以红灯亭黄灯要注意的方式 发明了红黄牌 不用语言更能提醒球员不得犯规及动用暴力 第三 场上最快进球 土耳其前锋哈坎苏库在2002年世界杯季军战对上南韩 仅花11秒就踢进一球 缔造开赛进球史上最快记录 一转眼就进了 第四 累积最多进球的球员 在整个世界杯进球记录上 德国退役神射手克洛泽上场24次 一共攻入16球 每场平均进球0.67颗 为世界杯累积进球数之最 第五 最年轻进球球员 世界杯最年轻进球者是巴西队的传奇球王比利 17岁时便在1958年世界杯踢进两球 第六 最老球员 2018年世界杯埃及门将监队长哈达利 以45岁单拥沙场老将上场 自1996年起 披上国家队战袍的他 也打破了世界杯最老球员记录 第七 最矮球员 165公分的瑞士队前锋沙奇里 是世界杯力气最矮 但因此更加敏捷的他 在2018年世界杯盛的技术 可是不遑多让呢 第八 最贵的球队 史上最贵的球队 当属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 以全队总共台币376亿的身价 堪称史上最豪门的队伍 第九 身价最高的球员 2017年内马尔以2.22亿欧元 大约77.7亿台币的天价 从巴塞隆纳转会 加盟巴黎圣日而曼 感觉每滴他灰洒的汗水 都好值钱啊 第十 累计最多单场最佳球员记录 从2002年世界杯开始 国际足球总会在每场比赛后 会选出单场表现最佳的球员 而阿根廷队长梅西 以2010年世界杯一场 2014年世界杯四场 及2018年世界杯一场 总共六场获得最多 这么多历届世界杯之最 你知道几个呢 就让球迷们期待 接下来世界杯赛事 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吧